何超义作为赌王众多子女中最叛逆的一个 没少被亲戚何超义管教 何超义不信邪 每次被交据完就去找赌王哭诉 结果何超义追过来 当成老爸的面又给了他两根耳光 后来的何超义竹梦演艺圈去了 但因为不会穿搭 遭到了唱片公司的嫌弃 何超义得知此事后 直接在大街上开始教育他 好险如果不是陈板墙 说不定又是一顿暴走 严厉归严厉 何超义比谁都疼爱这个妹妹 在梦想起航的初期 他并没有得到家人的权利支持 家族中唯一的支持者是他的长姐何超义 何超义不仅理解何超义的艺术梦想 更是在他最需要支持的时候 代表何超义跟父母谈谈 力图为何超义争取到父母的认可 还找来了朋友帮忙 并且要对方保证何超义不会被欺负 何超义这个姐姐虽然会打他骂他 但他也扛下所有